为了应对在法国爆发的新冠疫情 远程办公措施在1月3号得到加强 实施期限为三周 据法新社的消息 法国劳工部长易莎白伯恩 于1月19号星期三向社会伙伴宣布 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奥密克隆变体的肆虐 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将规定 每周至少三天的远程办公措施再延长两周 劳工部长告诉雇主和工会组织 即使新增感染病例数正在接近拐点 似乎也不应该允许立即取消或放松远程工作的相关措施 面对新冠肺炎每日新增病例数不断刷新记录 公司的健康协议规定 自1月3号起在三个星期内 对于允许远程工作的岗位 雇主应该执行每周至少三天的远程工作时间 以前这个规定只设置了一个简单的目标 也就是每周两至三天 另外法国政府还决定将对不遵守远程工作准则的 公司的行政处罚款降低到每个员工500欧元 而最初预计的是1000欧元 最高为5万欧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